台中市東區 我們現在在台中市東區 現在最有名最最有話題性的 Lalapore的附近而已 那是這一間是一間老舊的公寓 但是有全新整理 那他距離台中火車站也不用一公里 因為其實Lalapore就在台中火車站旁邊 所以這裡的地點算是很好的地點 所以那他是一間四樓的公寓 而且這個四樓已經是頂樓了 558萬他總價是不高 但是因為他坪數不大 室內坪數20坪 但是他沒有公設 他全壯坪數就是室內坪數20坪 他原本是兩房 那他有把廚房一分為二 做弄了一個小小的房間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格局 我們從最旁邊的房間 主臥室最大間的房間 這一間他有一個陽台 有一個陽台 他的門沒有換還是舊的門 窗戶沒有換也是舊的窗戶 他只有粉刷 然後擺一些好看的家具這樣子 好那這第二個房間 第二個房間 基本上也是一樣 擺那個漂亮的家具然後粉刷 漂亮的燈 其實基本上他的窗戶門都是沒有換的 然後旁邊這個是衛浴 衛浴還算大間 但是他就是已經是 雖然以前應該有換過他的磁磚 但是不是近期換的 可能有一二十年了 然後我們來看這是他的客廳 客廳空間還算寬敞 但是他並沒有陽台 然後來看一下他這個非常特別的廚房 把他廚房很大 他把他隔一半掉了 本來這邊也是廚房的一部分 他硬隔了一個小房間 那可以當小房間 也可以把他當成餐廳 這是他的就是剛弄好的那個廚具 就這個是新的 然後他旁邊擺一個餐桌 558萬 因為他在Lalapro旁邊有他的獨特性 所以室內二十瓶其實也不算大 但是因為他沒有公設 也不用小管理費 因為很大的缺點就是他是爬四樓 爬起來會有點喘 但是爬久了就習慣了 應該要爬一兩個禮拜 就會比較習慣 我們去 因為他這個已經是四樓就是頂樓 所以我們去頂樓看一下 他這個樓梯非常的寬敞 超過一米 超過一米的大樓梯 呃這邊是他的陽台 那個頂樓的露台 他有搭這個屋頂起來 所以就是比較太陽沒有不會直接曬 所以齁 比較不會那麼頂樓就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頂樓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頂樓比較不會那麼悶熱 然後但是他的防水沒有重做 這是舊的防水層 但是他沒有重做的原因有可能是目前還沒有漏水 所以他沒有要重做 他的水塔 是這種最舊式的這種水泥的水泥的水塔 這種水塔 呃 是蠻耐用的啦 但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有可能會造成頂樓會有部分滲水 會從這個舊式的水塔滲出啊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是看起來是還好 因為我們剛才看 他這個樓梯間 並沒有很嚴重的滲漏水問題 所以他應該以前有做防水 做的還不錯 所以目前沒有滲漏水 所以就繼續使用 OK 這種舊的公寓大樓都是 或舊的公寓一般都超過40年 OK 大概是這樣 他樓梯很寬敞很好走 只是要爬到四樓而已 看你怎麼可以接受 他這558萬低總價兩房 加一房 2加1 嗯 這邊可以坐個嬰兒間 媽媽在煮菜的時候 可以看看小朋友 那個嬰兒床上在坐 都待著好不好 可以硬一下 這樣子 或者是小朋友 剛回家 不可以去房間 只能先來這邊 寫功課 寫完功課才可以出來看電視 然後媽媽煮菜 可以變監督這樣子 做個小小廚房 大概是這樣子 對這個窗戶還沒打開 看一下 嗯 對 就是被其他建築物擋住 但是還是有採光 OK 好 那大概是這樣 就在Lalaport旁邊 走路就可以去逛街了 很方便 好希望你會喜歡 謝謝 謝謝